大家好我是Stanley教練 我研究嬰幼兒及學歷前孩童游泳已經多年 我的教學特色在於結合 Why How What 以及依照每個人的情緒 個性以及心理來因才施教 然後使每一個孩童及成人在有效率的學習過程中學習與誰相處 今天我在現場做一場嬰幼兒游泳的示範 那對象是這一歲的小朋友 那今天的目的就是依照他的程度的不同 然後我們隨時去調整這台機器的流水速度 那可以增進他們水中身體的控制技巧 那再來也可以提升親子間的正向依附關係 促進他的感覺統合 不僅僅是這樣 無邊際泳池可以模擬湍急水流 給孩子們在安全的環境中體驗湍急水流 那讓小朋友更喜歡玩水 然後不會覺得無聊 最重要的是課後可以透過水下錄影 那觀看紀錄了解自己的孩子 各種反射行為 來修正家長帶領孩子在水中比較不適合出現的行為 那做一些檢討與分析 Anderspool 自主訓練簡單又有效 讓我看見 好 我可以說